是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 不论在什么时候 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 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 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 否则就可能制作出一些蜡像 尽管很漂亮 也终归是死亡 为建造平凡的世界 这座辉煌的艺术大厦 在1982和1984年间 路遥就平静而紧张地 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某一天我两个就到一段 他突然问我说需要把处吗 因为我对话我 和他的对话也可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他小就走了 我也就在家里 他一见个也就是个兄弟 他问我说你需要我把处吗 他一下就冷了 因为他就觉得他的一生大伤没有问说是 家里人问我说是 我本身需要不需要把处 所以他就特别 就觉得我不一样 这样就开始了一种 很深刻的一种对话 没想到 他就是我问他这句话 伴随了他的意思 我得要专门谈谈 我的弟弟王天乐 在很大的程度上 如果没有他 我就很难顺利完成平凡的世界 他像卫士一样 为我挡开了许多可怕的扰乱 为我专心写作 开辟了一个相对的空间 另外 他一直在农村生活到近二十岁 经历了那个天地的无比丰富的生活 因此能够给我提供许多十分重大的情节线索 所有我来不及 或者不能完满解决的问题 它都帮助我解决 在集中梳理全书情节的过程中 我们曾共同度过许多紧张而激愤的日子 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 沉浸在工作之中 即使他生病发高烧 也没有中断 尤其是他当过五年煤矿工人 对这个我最薄弱的生活环境 提供了特别具体的素材 实际上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 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 立刻变为日常生活 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 三部六卷一百万字 作品的时间跨度 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 为求全景是反映中国近十年间 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当时文台上流行一句话 说葛令逢少一般年 这是当时文台八十年代中期很流行的 大家互相侨侃的一句话 但这个时期 这个文艺史将这个孔前活跃 也造成了人们堆恶们的 现实注意的墨思 普遍认为现实注意已经落后了 但理智却轻易的提准高 不能轻易的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 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 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 我十分崇敬 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的沉浸于 从托斯托约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 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 他们都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我 当然我承认 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 巴尔扎克斯当达 曹雪琴等现实主义大师 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 我要表明的是 我当时并非不可以 用不同于人生时的现实主义手法 结构这部作品 生活和艺术 以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而不再与某种存在偏见的理论 妄下断语 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 更伟大的主义 军领我们的头顶 现实主义 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 它的辉煌 也是永远的 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 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 当然 我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 和我自己已有的 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 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 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 我已经认识到 对于这样一部 费时数年 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经历的作品 绝不能盲目而任性 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 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 在非假必以的格局中 你偏是禀或丁 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 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 不面对批评界 而直接面对读者 只要读者不遗弃你 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我的观点是 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 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 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 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 他准备这个作品 像准备各一栋高楼大厦一样的来准备 有一次我到延安宾馆去看他了 他在床上摆了好多延安宝 他就反 他在地上动着 包子在床上放着 他就反那个包子 说呀 反正他从子头都反得都疼 累得很 他见过他不是反了 每一年每一年的人民日报都反了 都反了 从那一年反了啥事反了啥事反了 当时我还有些不认同他说 我说又得做反那个东西 又得反那个东西 他确实是那个 每一年这国家都反了啥事情 他把这起码人民日报又啥反应 他把这些都反变了 尤其是政治变革 我们的改革的发展 楼谣的很多看法 那个深刻的程度和理性的程度 往往是超出同代人的 我是很熟 我往往都很熟 这个楼谣的启发 所以楼谣就认为 我必须从爽水村要带一体 最低要带一百个 我率领他们 走向大城市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急报全都稀释了 甚至两个人 但是我总要带进去一些 同时我还要带回来一些 我要进行一段交流 他说我们的送来一下 就是送于后的女儿 我一定要把她带上太阔 应该一定要把她送上另外的行程去 这就是我们宋玉后的女儿 这就是我们福地山北龙村的女儿 这就是我们中国大地上龙村的女儿 他有宏大志向 而这个宏大志向 就是要为这个时代里去抓 作为这个时代最本事的 全中最关心的东西 就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广场 是一个非常春丽不讨火的广场 而且这个广场 一旦主题确定以后 整个细节现实属于作家 特别像路遥这样的作家 为什么他们命都做了抵押 主要是准备广场 太霸杂了 就是说他一边写着还有一边准备 比如说龙村的二十四季节的变化 比如说红枣是什么花眼花开 因为他的人物要在红枣里里走动 那么走动不仅仅是一种红枣 还有种什么花在开 这种花开到什么程度 而哪一种花又卸掉 哪一种庄稼现在也该收了 哪一种庄稼又需要装 就这一切 就是说那整个要做的笔记 太好了 装笔就太好了 有些书是重读 有些书是新读 期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步的 长篇小说阅读计划 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 同时也读其他杂书 那时候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 对于作家来说 读书不同残吃三页 是一种自身的需要 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 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 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 就应当视为正常 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 应该认识到 任何独立的创造性工作 就是一种挑战 不仅对金人也对古人 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 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 无榜样的意识 这和望子尊大毫不相关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 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 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 就是超越前人 不管最后能否达到 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 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结果 生活可以故事化 但历史不能编造 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 这又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 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 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他捕捉生活的战友生活的办法 和其他作家也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作家 可能就在五二三下去就生日生活 他警察就嘲笑这些东西 就说战友生活的方式是好多的 但必须是要和普陀罗行灵的铁铁 才可能在业中交流 战友的生活越充分 表现生活就越自信 自由度也就会越大 作为一幕大剧的导演 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 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 甚至背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 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 春夏秋冬 时序变换 积累在增加 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 奔波到精疲力竭时 回到某个招待所或者宾馆修整几天 恢复了体力 再出去奔波 显得人物 他都是大部分九十都是有缘性 他直接面对缘性 才是 军事是非常大的 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 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 另一天在渡口的茅草棚 这一夜无铺盖合衣躺着睡 另一夜断背毛毯还有热水走 无论条件艰苦还是舒适 反正都一样 因为愉快和烦恼 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 时光在流逝 奔波在继续 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 在俄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漂泊 如果要断了漏腰的 都比起来自他的采访 你们都会为此掌握 不知不觉已经快三年 真正的小说 还没写一个字 已经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 写这部书 我以报定吃苦牺牲的精神 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 不符合我的心意 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 艰苦一些 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 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夙愿 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 实行如此烦难的使命 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要排斥舒适 要斩断温柔 只有在暴风雨中 才可能豪迈地飞翔 只有用低血的手指 才有可能弹不出绝响 但是秋风萧瑟的事 我带上两大箱资料和书籍 带上最主要的干粮 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 告别了西安 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 陈家山美矿 要写跨局的事 要体验跨局的生活 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法助 他们他的内衣讲完以后 我向菊达尾做了怀报 我们菊达尾的领导 表示权力支持 并且能任命 落药为通船矿物局 血船部的副部长 给他提供法便 我来之前 矿上已在矿区的医院 为我找好了地方 此时正值双叶红于二月花之时 字眼的风光十分美丽 但我的心在狂跳 想急迫地投入工作 根本无心观赏 大自然如画的风光 心绪无比的复杂 我知道 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 但是一刹那间 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 是的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 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现在终于走上了 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 拳击台 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 开头 这是真正的开头 写什么 怎么写 第一章 第一自然段 第一句话 第一个字 一切都是神圣的 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令人难以选择 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 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言节奏 它将限制你 也将为你 扑展到 一切事情都尽量调动起来 以便一开始就能够创造奇迹 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 可是一夜未完 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吊重来 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 似乎令人震惊 但一夜未完 却已感到可笑和憋脚 眼看一天已经完结 除过纸篓撕下一堆废纸 仍然是一片空白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啊 你是这样的无能 竟然连头都开不了 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呢 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 打睁着眼睛 开始真正怀疑自己 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开始在房间不停地转圈圈走 走 走 像莫道的一头驴 从高烧时的激烈 一直走到满头热汗 变为冰凉 冰凉的汗水 使燃烧的思索 冷静了下来 冷静在这种时候 可以使人起死为生 冷静地想一想 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 思想太勇猛 以至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 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 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作文章 瞧瞧大师们 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 只有平庸之辈 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 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的画 艺术的打击力量 应该放在后面 现在平静地坐下来 于是顺利地开始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 细蒙蒙的雨丝 夹着一心半叠的雪花 正缝缝零零地下大地飘杀着 司令一快到景致 雪达然再不会重流 往往还摸到勒地 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远了 黄土稿业严寒而漫差的冬天 看来就要过去 但那整阵温暖的重天 还远远都没有到来 他主要的体验的生活地点 在亚口麦夸跟城下山麦夸 而且他在跨区跑来好多地方 亚口麦夸应该是他 住的世界比较差的 但那的整个跨前了解比较多的 他写的大亚碗麦夸 就是亚口麦夸 他的照片里面的 好多写货的人物形象 就来自跨区 其中有一些 好多的生活季节 来自他的弟弟挖条 工作的列车终于启动 并且开始缓慢 而有节奏地向前运行 既然有能力走向前去 就应该不顾一切 往前走 第一个音符 似乎按得不错 一切都很艰难 但还可以继续进行 协作前充分的准备工作 立刻起到了作用 所用的材料和参考资料 一开始就是十分巨大的 五六天过后 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 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进度 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 写着一到五十三的一组数字 第一步共五十三张 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 每划掉一个数字都要愣着 看半天那张表格 千天晚上都是写到签名 我说你倒过了 自然界这个都有个生活中的 你把这个生活中弄乱了 他说没办法 我已经养成这么个习惯了 改过了很不舒服 工作进展已经在量上表现了出来 这方面确定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十三万字 这是人生的字数 迄今为止 自己最高的横杆 突破这个数字带有象征意义 十三万字的数量终于突破 兴奋产生了庄严 庄严又使人趋于平静 这是一个小小的征服 接下来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豪迈了一些 最少在表象上看 下一步将从自己写作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发 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 是越过这一步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 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 情绪为之而亢奋 写作整个的进入狂热状态 身体几乎不存在 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 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认定 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 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 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 你就得这样来认为 你要感觉到人在创造 你在不同凡响的创造 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 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 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 也未尝不可 这不是狂妄 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 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 释放自己的能量 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 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 敢于进入无人区 并竖起自己的标志 这样的时刻 所有你尊敬的作家 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 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词中 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的照耀大地 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 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 写作技巧都通通地赶出房子 完全用自己的心灵来写作 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 困难会接踵而来 你一时束手无策 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 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 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 堆起了几个小土堆 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 难言的羞愧与窘迫 不会长期退丧 因为你身处战场 停下笔来 离开作品 想想其他的事 为什么此刻停顿下来 记着你没有权力 使自己停顿不前 你为自己立下了森严的法度 布下了天罗地网 你别指望逃脱 无比紧张的工作和思考 一直要到深夜才能结束 凌晨万般寂静中 从桌前站立起来 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 腿半天静攒地挪不开脚步 长卷作品的写作 是对人的精神意志和综合素养的最严酷的考验 它迫使人必须把能力发挥到极点 你要么超越这个极点 要么你将促然倒下 只要没倒下 就该继续出发 我从劳动人民身上 学到一种宝贵的品质 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 或收获大小 从不中断 土地上汗流浃背的辛劳 即使后来颗粒无收 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 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 人可以亏人 土地不会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